如何让皇帝为自己端茶捏脚,还乐在其中,第一婚军南齐皇帝肖宝卷,生活有多荒唐? 皇帝会专宠艺人吗?中国历史上,这种例子还挺多的,比如历史上的唐玄宗专宠杨贵妃,明宪宗专宠万贵妃,但专宠艺人,还有寿命倾向的,在中国历史上,首先想到的就是南北朝时期,南齐肖宝卷,他有个怪癖,喜欢舔肯宠妃潘月儿的小脚,潘月儿,月季出身,步步生,今年, 迷得皇帝望去江山,死后遗体还被玉族侵犯,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欢迎订阅,点赞留屏,接下来跟着史约馆,带您了解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,肖宝卷,生母早亡,由潘妃抚养,他从小就口吃,说话不清楚,所以,也不太喜欢跟人讲话,性格有些孤僻,但是,他特别擅长的一个爱好,就是抓老鼠,经常带着一帮小太监,在皇宫内,到处找找老鼠洞, 绝地三尺的抓老鼠,而且,他的耳朵特别灵敏,经常能听到老鼠的活动声,也经常通宵达旦的捉老鼠,真怀疑他是猫托声的,这种捉老鼠的执着劲头,估计,不光在中国,在世界范围的皇帝中,他排第二,可能都找不出第一, 肖宝卷,除了喜欢抓老鼠,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,就是和他最宠爱的潘妃一起胡闹,肖宝卷荒淫无度,到民间广选美女时,都是屎乱中气,潘月因为长得国色天香,就被肖宝卷纳入宫中,当他们的女儿夭折后,肖宝卷为了安抚潘月,特别为他修建了神仙,永寿,御寿三座宫殿,极尽奢华,在炎热的盛夏,为了让花园绿树成荫, 他命人从各处寻找参天大树,而且不惜破门入户,强行抢夺,他甚至还突发奇想,命工匠把黄金凿成莲花的形状,一朵一朵的贴在地板上,当潘月儿赤裸脚踝,鸟鸟停停行走其上时,就营造出了步步生莲花的美奂图景,肖宝卷生性怪异,即使做了皇帝,也本性不移,而潘月的出现,则让他变本加厉,更为荒诞不惊,在后宫中,肖宝卷时常以奴仆自居, 为潘月儿端茶送水,捏脚垂背,他们出外游玩时,他让美人坐在可以躺下睡觉的舒适轿子里,自己却骑着马,像个随从似的跟在后头,潘月儿缘和能如此牢牢地掌控肖宝卷的心呢,除了潘月儿自身的条件外,恐怕关键还在肖宝卷自己,肖宝卷和南唐后主李玉一样,有练族癖,所以对潘月儿步步生莲花的一双美族无比热爱,时常爱不释手,甚至又稳又咬, 一次他将潘月儿的脚,清寒嘴里不断损咬,怎料把潘月儿惹脑,挥动玉仗打向他后背,并呵斥,你给我跪下, 肖宝卷不但不恼还喜欢至极,一个皇帝甘心受宠妃责罚,这可真是奇葩,肖宝卷偶尔犯了小错误,潘月儿也毫不客气地用棍子打他,打得是真疼, 但他从来不会对潘月儿生气,只是偷偷命令武士们打实,不得使用杖和实心的敌肝, 除了荒废朝政,昏庸无能之外,肖宝卷还残忍嗜血,喜欢滥杀无辜, 因为他有一个不喜欢接触陌生人的怪毛病,而他又经常喜欢亲自到民间去玩, 所以他就下令,只要他所经过的地方,外面就不应该出现其他人,如果碰到留在原地的,就直接杀掉, 有一次,一个行动不方便的老僧人在寺院外扫地,当肖宝卷游行的队伍经过时, 为了不让皇帝看到而被杀掉,于是他慌忙躲到了旁边的草丛里, 不过躲的时候动静太大,被肖宝卷发现,以为躲在草丛里的人是准备偷袭他的刺客, 于是他下令随从几箭齐发,射了几箭之后,他觉得还是太少,就又添了几箭, 在游行过程中,他确确实实杀掉了无数无辜的百姓, 比如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妇女,在房屋里坐着没能及时离开, 于是肖宝卷已想知道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士女的名义, 活生生地将那名女子的肚子包开,又比如肖宝卷在游玩到某个小村庄时, 有一个病人还没来,得及走远就被他发现, 于是他将那名无辜的百姓推到了河里,并用河边的泥土堵住了病人的口鼻, 最后将那个无辜的人活活憋死, 他对待平民百姓尚是如此,对待自己的父亲, 更是让人觉得其丧心病狂,泯灭人性, 他父亲去世,来参加父亲的葬礼本应该庄严肃母, 可当他看见有一个老臣的帽子戴歪后, 竟然笑出了声,还边笑边只给别人看, 有一天,他带着士兵出城游玩, 见到村落中的百姓家家户户父辞子笑其乐融融, 他像受到了刺激,命令士兵将其移为平地, 他的父亲知道后,竟没有责难他,还将皇位传给了这个荒唐的儿子, 因为他别无选择,长子是个聋哑人, 他这个次子虽然口吃无德, 但是也比长子强, 挫子李八将军,偌大一个基业就传在了萧宝眷手中, 宫中发生大火,三千多间宫殿都被烧毁, 萧宝眷不但不心疼,反而很高兴, 为啥呢,救的不惧心的不来啊, 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,可以重建宫殿了, 萧宝眷大兴土木, 建了方乐,方德,仙华,大兴, 韩德,清耀,安寿等宫殿, 并另外给潘玉儿建起神仙, 永寿,玉寿三殿,金变黄黄, 如仙如幻,所有的装饰, 蹄子,灵兽,神鸟,风云,火炬都是飞金即饮, 甚至宝物不够了,就把江东的旧物都拆了, 如庄岩寺的玉至九子灵, 外国寺中的浮面光相, 禅宁寺塔上的各种宝物耳环, 都包下来用作潘玉儿殿中的装饰, 萧宝眷把潘玉儿宠到了心肩上, 就在两人在宫中, 轻轻握握在歌在舞时, 一个名叫萧衍的大臣, 为了给驱死的哥哥报仇, 起兵造了反,围攻了皇城, 兵临城下之时, 有人劝说萧宝眷, 皇上赶快打开国库犒劳三军, 或许能奋力一搏, 然而,这个荒唐的萧宝眷, 却雨不惊人死不休, 他们又不是抓我一人, 凭什么只要我出钱,随号, 他带着潘玉儿从北门逃出, 然而没跑多远, 就被贴身太监刺死去灵赏, 就此,难其灭亡, 萧宝眷仅仅在位三年, 就去见了盐王, 萧宝眷死后, 潘玉儿也处境堪忧, 萧衍自知, 若留下潘玉儿为非必遭臣民反对, 只得将其下狱, 听后发落, 但因为天下皆目潘飞美色, 不少将军都想让萧衍将他赏给自己, 大将田启安便是其中一位, 狱中的潘玉儿听说新王要讲自己赐给将军, 愤懑难平, 命死不从, 最终求得一死, 黄泉殉情, 潘玉儿死后, 其如玉姬夫仍名艳诱人, 旷是美颜引得狱卒心生歹意, 竟对尸体进行下流侮辱, 可怜潘妃生前风光无限, 死后却造此大辱, 令人唏嘘, 这位女子一生成也美色, 悔也美色, 虽妖艳荒淫, 但也算刚烈重情, 黄泉路上随肖宝卷而去也算是有情人生死相依吧, 后来, 有位诗人写诗赞扬潘妃对爱情的忠贞, 其中就有一句是, 育奴终不负冬婚, 育奴是潘妃的小名, 冬婚是指冬婚侯肖宝卷, 靠姿色入宫, 改姓成为贵妃潘玉儿的原名叫于女子, 荆州江陵人, 她的家世不是很好, 但是潘玉儿从小变生的秀丽, 长大后更是一个美人胚子, 之后学会了歌舞乐器成为了一个乐际, 当时的大司马王静泽看中了潘玉儿的美色, 便将她收入了府中, 之后被皇帝肖宝卷看中那位了妃子, 肖宝卷这位皇帝十分娇涉淫乱, 不休德行, 当时他为了像南朝宋文帝一样在位三十年, 那位宋文帝便有一位潘妃, 肖宝卷为了自己也能够在位三十年, 又认为潘玉儿的美色是可以做到的, 便命他改姓, 南史中记载, 或云宋文帝有潘妃, 在位三十年, 于是改姓约潘, 其父宝卿一从改淹, 潘玉儿因此深受宠爱, 当时太子肖宋的生母去世的很早, 无人抚养, 肖宝卷十分信任潘玉儿, 便将太子交给他抚养, 潘玉儿也因此被封为贵妃, 因狱卒极度受宠, 潘玉儿本靠着自身的美色就已经吸引了肖宝卷, 但是他还有一个秘密武器, 使得肖宝卷十分宠溺他, 为他做了许多非一般的事情, 他的秘密武器就是他的一双狱卒, 肖宝卷这位皇帝是一位嗜好奇特的皇帝, 他十分迷恋美人的狱卒, 对于潘玉儿的狱卒也是爱不释手, 只要一有时间便握住他的足怀, 又是亲吻又是摸的, 偶尔咬痛了潘玉儿的阻止, 潘玉儿便毫不客气地用仗怒及齐背, 肖宝卷不但不生气反而很享受, 潘玉儿也是靠着一双狱卒受寄了宠爱, 肖宝卷在物质上为了潘玉儿可以说是铺张浪费, 潘玉儿的生活用品, 服装配是全是挑选的天下最好的真品, 肖宝卷认为自己的美人就应该享受最好的, 但是这样宠爱一个妃子是要付出代价的, 很快国库就被肖宝卷掏空了。